大家好我是二公 大家好我是兒童界蔡依琳達琳姐姐 然後我現在是現代版的二公 而且我現在讀的書都變成電子書囉 好酷喔 我現代版還是長一模一樣 是嗎 對嗎 我跟你說達琳姐姐 你上次自從教會我Google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學到好多東西喔 然後我跟你說啊 就是因為透過Google 我發現了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碗 就找到這個展覽啦 就在我身後 嘿 小太陽的養成計畫 童話不同話 那他到底在做什麼 你猜猜看嘛 我猜應該是跟童話故事有關係對吧 爹爹 我跟你說 小太陽就是理想小朋友的象徵 那你知道日本國旗是 應該就是太陽 沒錯 所以這個展覽就是在講 日正時期如何養成理想小朋友的一個展覽喔 照你這樣說來 日本時期的小朋友 跟現在的小朋友應該不太一樣 那到底哪裡不一樣 那到底哪裡不一樣 那就要去看展覽囉 好趕快帶我去 走走走 你看起來跟這個雕像也太像了吧 其實這個雕像就是我喔 就是你 因為我曾經曾經啊 是很認真辦公辦讀的 然後啊 日本政府就覺得我是一個很棒的小朋友 所以就立了一些雕像放在學校裡 台灣的長輩也覺得我很不錯 所以他們也自己出錢 立了一些雕像放在學校裡面 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跟我看齊 聽起來 二宮應該是當時小朋友的偶像 就跟現在的達琳姐姐我一樣對吧 對啊 你就是兒童季的蔡依林喔 達琳姐姐 你背後的四張桌子 介紹生那時候的四種不同的學校喔 像是小學校 公學校 三童學校 以及就是茫雅學校呢 差別在哪裡啊 如果我們是那時候的小朋友 我們就不會在同一間學校上課了 像是我是日本人就是念小學校 達琳姐姐你是台灣人 念的就是公學校 如果有高山族的朋友的話 他們就會念的是番桐教育所 那如果是茫雅的朋友的話 就會念茫雅學校囉 新公園 還有游泳池 現在的植物園耶 總督府 這應該就是日治時期的地圖吧 二公你在做什麼啊 我在做廣播體操啊 厲害吧 這看起來好好玩喔 那你要不要趕快過去那邊 我們一起玩 好啊好啊 那我要二P 我跟你PK一下 對了達琳姐姐 你知道其實廣播體操 背後也有一些小心思喔 真的啊 那如果想知道的小朋友 一定要來展場看一看喔 沒錯 而且還可以挑戰這個 體操訓練 哇這下半身好多喔 哇我覺得我們兩個好厲害喔 哇我們兩個是體操練習生 日治時期用兒童為目標的藝文創作耶 野台戲原來就長這個樣子 日治時期就有漫畫囉 嗯啊其實日治時期的時候就開始有很多 以兒童為取笑的創作啦 二狗 你現在又在那裡做什麼 蛤 沒有我在看紫紫居啊 紫紫居 紫居 韓紫姐妳知道什麼是紫紫居嗎 我不知道耶 應該跟紫有關係 嗯 其實紫紫居是一個 在日本小朋友當中很流行的一個表演 就是會有一個 歐吉桑騎的腳踏車 然後到一個地方就是講故事給小朋友聽 哇這個展間好特別 看起來好好玩喔 可是什麼是雙六啊 老公 我剛剛看了一下 他說這是小太陽養成雙六 但是是AR的 我知道雙六是以前傳統的桌上琴遊戲 就是先到終點的人就贏了 對 但AR是什麼啊 我告訴你 你這樣子我知道啦 雙六呢 是傳統像大富翁的遊戲 AR是擴增實際 所以AR雙六就是結合傳統的遊戲 還有最新的科技變成了這個展間的遊戲 而且這個遊戲看起來 都跟日志時期理想兒童養成計畫有關 那到底要怎麼玩呢 趕快交往喔 大富翁就是要用骰子啦 但是今天我們不用用骰子 我們要用手機玩 雙六遊戲的繪畫內容包羅萬象 以不同的主題展現當時對孩童的期許 包括智能、體能的發展、品德、生活習慣的養成 因為經濟發展而逐漸繁榮的街景等等 呈現當時所謂人生勝利組的縮影 二哥 看起來要成為日志時期的理想兒童小太陽 其實要學習很多很多東西耶 對啊 要成為日志時期發光發熱的小太陽真的很不容易 可是達人姐姐啊 那現在的小朋友要怎麼樣才可以成為發光發熱的小太陽呢 現在的小朋友可能不一定一定要學日語 但是一定要擁有國際思維喔 像我現在手上就有兩顆粉紅色的小球球 看完展覽的時候呢你可以把小球球投到箱子裡面 看你覺得現在的小朋友應該要擁有哪些能力才對呢 那我要趕快去投球 欸等一下等一下二哥回來 我們要告訴小朋友 現場呢展覽豐富多元 而且有好多互動小遊戲可以玩最重要的事 你還可以學到歷史小知識喔 對所以歡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來到台灣新聞畫運動紀念館 來看小太陽的養成計畫 同畫不同畫等你喔